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末日预言 从许多的预言家口中常常脱口而出 他们都会要预估这世界末日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宗教团体也在预估这世界末日会什么时候形成 但科学家会不会想呢 科学家会想哦 尤其最有名的科学家就是牛顿了 牛顿他从哪里去找这末日的点会从哪个地方开始出现呢 韩兵他居然会从圣经密码里面去搜寻这末日时间点 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牛顿是一个大科学家 可是大家同时忘了他另外一个身份 其实他是一个大炼金术士 炼金术士哦 牛顿一直很醉心于炼金术士 另外他本身又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 所以他其实当初研究物理学的目的 他并不是为了单纯的为了科学的发现 所以不是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 是 因为他其实最重要的目的 他自己都讲过很多次 他是为了荣耀上帝 所以他一直想要用科学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其实目的是这样 所以牛顿他就常常去钻研圣经 然后他在圣经里头就发现了一个密码 他这个密码从哪里发现 从但以理书里头发现 然后他根据他的自己的计算 也就是其实那个非常的复杂的一个过程 然后最后他拼拼凑凑之后认为说 从西元八百年查理曼大帝 那时候开始 再过一千两百六十年 那什么时候也就是公元二零六零年的时候 二零六零年 对 上帝所预言的最后审判日就会到来了 对 所以他认为那一天就是世界末日 老实说牛顿会这样看 其实在当时的习惯是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当时其实还有曾经 爱尔兰有一位主教曾预言说 就是公元前四千多年前 是人类诞生的时候 也一样曾经这样预言过 当时很多人其实 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宗教狂热者 都习惯从圣经里头去找答案 那问题是呢 这个答案有没有人相信呢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继续慢慢看 因为相信人其实还真不少 然后到了1806年 英国荔枝那边出现一个更怪的东西 有一只母鸡它突然生下一颗蛋 母鸡生蛋 很平常啊 蛋上面居然写着基督来了 蛋上面写了字 The Christ is coming 是真的发生这种事情了 真的发生了 所有人都吓坏了 天国审判日日要到了 那怎么办呢 结果不是 后来大家一看 那个蛋越奇怪 因为那个字很像是人写上去 人写上去的字 后来他们才发觉 那是有人故意恶搞 用腐蚀性的墨水写在那个蛋 上面之后 然后他写也就算 他为了要逼真一点 他还做了一件很可恶的事情 就像把那个蛋 塞回母鸡的身体流去 太过分了吧 然后逼那只可怜的母鸡 再把那个蛋生下来 然后他就说 你看这母鸡自己生了这个蛋 神宣示世界就要灭亡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单纯的恶搞 但是当时多少人相信 在19世纪1804年 那时候就会很多人相信 非常非常多人相信 甚至有人因此这样 想要跑去自杀都有 真的啊 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到了1910年 哈雷彗星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1986年的时候 才经过一次 对 下一次76年以后 对对对 然后1910年那次的时候 大家从哈雷彗星的光谱 因为你从光谱 可以看出来 它里头有什么成分存在 就科学家从光谱 分析出来以后 发现里头带有氢气 哇那大量的氢气 它的尾巴会扫过地球的大气层 大量的氢气扫过地球的大气层 那我们住在里头 全部都要完蛋 所以当时 全世界突然开始热卖什么 防毒面具 怕地球的这个 怕被毒死 被毒死 所以每一根 哇大家都抢购 就拼拼想说那个 它反正氢气来没关系 我就带着防毒面具 然后好好躲着 反正等你那个 灰星层尾巴扫过我之后 我就没事了 结果等到它的灰星 真的来了的时候呢 除了看到一点点小灰尘之外 完全没有感觉到什么氢气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它也没有氢气的有 光谱仪并没有说法 它里头确实还有氢气的成分 但是成分太低了 那根本不足以 我们大气头本来也有氢气啊 对啊 所以它根本不至于 对人类造成伤害 那我们大家不要忘记 哈雷彗星下次来什么时候 是2062年 刚好牛顿刚不是预言了 2060年是世界末日 其实蛮接近的 时间点有点近 会不会 因为其实哈雷彗星死上 已经好几次 不管是东方西方 都把它当作一个末日的 一个预警的状况 对对对 所以这个到底 跟牛顿预言有没有什么 什么之间 有没有什么巧合呢 还是说一个配合的地方 我们就不是很理想 很了解 那再来呢 同样的预言还更多 还有一个叫星球号角 就是芝加哥有个家庭祖父 他就很奇怪 他不知道是运气特别好 还怎么样 就没事就看到一堆幽福 然后结果他就告诉他说 那个 那个有一个星球号角 当 当天啊 尤其1954年 一样12月21号那一天 会有幽福出现 代表世界末日要到 结果呢 那当然我们大家都活到现在 所以证明根本没出现 对不对 没出现 表示他假 那到底是外星人说谎呢 还是他说谎呢 我们就不知道 那到1974年更先 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有那种 什么九星连线 什么重力会造成地球 对对对 结果那时候也是有科学家 言之早早 说1982年的时候 地球会因为这样子发生 看大地震大海啸什么什么 结果到最后还不是一样没事 但那科学家很聪明 他到1980年看看情况不对 就跟他说 我觉得我的预测可能有问题 那应该是假的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叫行星X 那这个是传说最久了 因为我们一直说 有一颗看不到的行星 就已经越来越接近地球 越来越接近地球 他随时可能会撞击地球 那最好笑的是 有一个叫里德的女孩子 告诉人家说 这是外星人通知他的 外星人告诉我说 真的有这边一颗行星X 只要来撞击地球 你要小心 那实际上同样类似的传说 在很多神话预言里头 都曾经有过 说地球有个看不见的男生兄弟 他是完全隐藏式 但等到世界末日那天 他就突然出现 然后撞击地球 许许多多人 在为这世界末日预言的时间点 而担心 今天不知道你担不担心呢 但是啊 有人却因为世界末日 而非常的开心 他开心什么啊 他赚钱啊 发末日财嘛 末日财也可以赚 你世界末日如果一旦来 那大家为了要求生存 你一定要躲起来啊 躲到诺亚方舟啊 但又不是每个人 都有诺亚方舟的门 对啊 那我们就自己做 来 在中国浙江 就有一个商人嘛 他就想 我做出一个诺亚方 应该叫诺亚方球啦 因为这是一个大圆球 他当时在试验阶段的时候 他号称说什么 我这个球啊 直径四公尺 可以耐1700度高温 哇 这么高的高温 那掉下来的高温都不会把 火山爆发也不怕啦 对 还有耐350吨的撞击 好啦 咚咚咚咚咚 在试验呢 我再讲一遍 耐350吨撞击 你看他已经凹掉了 好 滚到水里面 代表什么 他还可以水面航行 但他在飘啦 他很耐水 怎么样 OK 毕竟是试验阶段 凹了 真的凹了 凹啦 我就跟你说350吨 有点骗人啦 当然这是试验阶段 我们也不要太苛求 他能不能从里面走出来最重要 走出来了 你看他有戴安全帽防护衣 走出来之后呢 他觉得 他这个试验是成功的 这样是成功啊 你说他不成功吗 来立刚 我告诉你一个数据 来 他一个造价要2300万台币 这么贵啊 山西有一个煤矿大横跟他订了15个啊 煤矿大横太有钱了吧 对 他说 这个浙江的老板说 我目前已经卖出了26个 看来 赚了6亿啦 天啊 不是立刚 你不要被他 末日财真好赚耶 你不要被他试验的这个 以为说这个好像很辣茶 搞不好人家现在做得很棒啊 保密 抱歉 那糟了 到现在还用不到 你想知道好不好用吗 2300万拿过来 我知道你没有 没关系 你没有的话 便宜的一个介绍给你 还有便宜的啊 在美国 美国加州他做出了这个叫做 水管碉堡 水管碉堡 这个水管碉堡你别看他 这样子好像很简陋 走进去你看 好够喔 我告诉你 宽3.3公尺 我跟你两个手肩并肩都走得进去 这看起来有点像太空船的太空舱 没错嘛 长度17公尺 里面硬有金有 比太空船太空舱还宽 对 还长 客厅 厨房 浴室 马桶 还有卧铺 还有客房 我的妈 我告诉你喔 他还考量到说在水管里面 怕空气不新鲜 还有空气滤清器 对了 这么好喔 老板说他防暴 防热 防核 防宇宙射线 什么能防的都防了 等一下 他放在哪里啊 他就放在你自家后院就可以了 放后院就可以了 对 那我刚刚不是说 你应该买得起吗 因为他只要226万 226很贵啦 但是至少比刚才23万便宜嘛 你知道这个老板靠这个赚了多少 他说 我不知道他就跟欧巴马有仇 他说自欧巴马上任以来 我一天就可以卖出一个 这么好赚啊 欧巴马已经 他现在已经卖出40个 赚了9000万 好 那另外啊 在俄罗斯这个有趣了 俄罗斯这个叫做Bunker No.42 什么意思呢 它是个地下碉堡 它会在克里姆林宫地下深处 56公尺够深的吧 那以前一定是防核爆用的 对 以前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进去 就是苏联的领导人 在核战爆发的时候 他可以躲进去做临回指挥所 临时的指挥所 但是那是冷战时期 现在美日关系又没那么紧张 对啊 你这指挥所根本没人在用 那怎么办 这控制 这不用白不用嘛 是不是 就把它变身成地下碉堡夜店 夜店 我告诉你 世界末日的要到下面去 这个你绝对也花得起 他一张门票要1000块美金 这和台币是2万9 但是你花得起嘛 没有错吧 我告诉你 你可以去一元 以前苏联领导人躲在里头的感觉 我告诉你 你看里面的那些 有没有以前的那些红色的警示灯 竟然变成了夜店的灯 然后所有里面的设施 你看包括什么飞弹的警示标志 什么都变成他们的装潢了 世界末日的时候躲在底下 绝对不会死 还可以稀老妇幼去 因为还有床 小孩子还有小孩子的 娱乐房可以看电影 然后里头还有一个连线 一个荧幕的连线装置 让你看看其他世界各国 碉堡里头的状况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同样的他也是冲着 所谓的一个世界末日的商机 那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不管你是有形的 躲在碉堡里头 还有一个叫做无形的灵魂的抒发 世界末日来的大家会害怕 你知道吗 现在是21号嘛 对不对 昨天 纽约人 他们已经疯狂的 把昨天当成了最后一天 美国知名的一个永 就是永依皇后也加入 你就会发现说 世界末日不管是商机 什么球啦管啦 对不对 还是碉堡夜店 甚至还有人 借末日之名 行南华女爱之事 在2012这部电影当中 真正诺亚方舟所停放的地点 是哪里呢 是西藏高原 可是这西藏高原 在此时此刻变什么样子呢 人满为患了 各位我们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